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不可能有这一集的故事 没错 谢谢我们的Patreons 下面我们来听故事 天梯 奶奶一直是蔡国强心中最不舍的人 远在国外的她 一有机会就会回来 看奶奶 生老病死 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阶段 奶奶的老去 却是蔡国强 一直不愿意面对的现实 2015年6月 58岁的蔡国强 在家乡泉州 筹备着一个为奶奶 100岁生日准备的礼物 这份送给奶奶的礼物 她整整准备了 21年 这个饱含清情的焰火作品 天梯 是蔡国强想与天堂建立一个通道 一个她能永远寻找到奶奶的通道 从1994年开始 她一直在做尝试 天梯作品 第一次在英国准备升空时 因为天宫不做美 下起暴雨 被迫取消 此后 她又在上海 洛杉矶 做过努力 因为安全 环境 等种种原因 始终 没有成功过 可能 冥冥中 有故土的牵引 时隔 21年后 她回到泉州 耗资上百万 在这里 搭建起 高500米的焰火 天梯 泉州 很讲究仪式 蔡国强 用佛箱 点燃了天梯的导火索 百岁奶奶 因为身体原因 无法到现场 蔡国强 打开手机视频 给奶奶观看 看着一节节 腾空燃烧的烟火 蔡国强 高兴地说 奶奶 你的孙子 很棒吧 这个想遇世界 殿堂的艺术家 此刻 就是一个 在奶奶面前 撒娇的大男孩 快乐着 兴奋着 享受着 为奶奶 带来的这份礼物 天梯燃尽 天梯燃尽 蔡国强的妻子 倚着她 气不成声 一路走来 她最知道 蔡国强 天梯作品 背后的 辛酸和辛苦 一个月后 奶奶安详地 离开了人世 蔡国强 最牵挂的那个人 走了 但她 很欣慰 故事讲完了 听故事 说中文 听得越多 说得越好 这里是故事 天梯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您 在iTunes上 给我们写好评 在Instagram上 关注我们 我们得到的好评 和关注越多 就有越来越多的 中文学习者 知道听故事 说中文 这个节目 没错 也欢迎您 把我们的节目 推荐给您的朋友 同学 老师 帮助世界上 更多的人 找到我们 也欢迎大家 成为我们的Patreons 给我们您的 支持 想法 帮助我们 把听故事 说中文 做成世界上 最好的 学习中文的 播客 没错 那我们 下次再听 下次再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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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